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起多7类人士可优先接种新冠疫苗 栗战书说 人大常委会将根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修改并完善有关法律 各位 消息指一名71岁男子打科兴疫苗 四天后不是送院 其后死亡 消息指该名男子上星期三 于私家诊所接种疫苗 昨晚深夜在家中晕倒 之后由救护车送入联合医院 于急证室抢救无效死亡 据了解他没有长期病患记录 只在20多年前曾出现假装线问题 暂时不知他的死因是否与接种疫苗有关 另外 接连有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后不是 当局昨天公布其中两人出现严重异常 一人未怠 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下午开会商讨 有医生建议在接种中心设立系统 让前线医护知悉接种者身体状况 接种科兴疫苗后出现过敏或异常反应的 包括一名有糖尿病 高血压 急层中风的80岁男子 上周一接种疫苗 五天后胸口痛送院 现在危待 另一名有长期病患72岁女子 上周六接种疫苗后停用两剂胰岛素 之后情况转差 要在深切治疗部留医 关冲体育馆的接种中心 早上也有一名65岁女子接种疫苗后 在监察期间出现新剂及胸部不适 有救护车送院 情况稳定 有来接种的市民认为 出现过敏或异常反应 数个别情况 对疫苗依然有信心 就算死了那些 他本身是控制不到的长期病患 或者他不打都死了 我有的 我什么都有的 不如我控制到了 没问题 基本上 全世界都这么打的 我以后是将这些夸大了 有医生指 政府因为接种中心 设立医健通系统 适当的筛查接种者身体状况 可以让工作人员 医生 医护人员 可以翻查得到来接种人士 究竟他在公营系统有没有一些记录 医护人员有一个长者来到 你见他又不是十分之理解 他自己的情况控制成点 他建议政府为接种者身体状况 定出更清晰指标 包括界定糖尿病 高血压等受控的指标 市民接种前也需清楚了解身体状况 包括咨询家庭医生 无线电视记者程云尹报道 政府增加优先接种新冠疫苗人士组别 涉及共约130万人 他们明天起可预约打针 新增优先组别共有七类 包括餐饮业 街市 超市 便利店及宿地 包括食物宿地 公共交通从业园 注册建筑工人 物业管理人员 学校教职员 旅游业 和防疫规律下的表列出所员工 明早9点起可经网上系统 预约到疫苗接种中心打针 或到参与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 另外网上预约系统明早9点 会开放多12间接种复必泰的中心 于下周二起至本月30号打针 名额共约14万个 另外预约系统后日起 每天会增加一天预约期 复必泰疫苗每天名额将新增16000个 科兴疫苗每天新增6000个 多9宗感染新冠病毒个案 本地感染占6宗 其中4宗属源头不明 源头不明个案 包括尖沙嘴 星光航 十四朝廷的一名48岁女适应 上月25号做过检测 结果呈阴性 到上周四出现不适 东冲应湾员15至16座 一名女保安员也确诊 她上星期六不适 到屯门医院求医 一名35岁 任工程项目联络员的男子也感染 她在上星期天已有病征 两天后提交样本 直至前日星期六仍有上班 最后一名源头不明患者 是一名家庭主妇 住在尖沙嘴华园大厦一间宾馆 至于三宗15个案 分别从阿联酋 菲律宾及巴基斯坦迪港 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表示 人大常委会将根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修改并完善有关法律 人大将坚定不移 以防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领域 为维护香港限制秩序 打击港渡实力 确保爱国者治港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提供法律保障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特区政府将就全国人大 审议完善选举制度 在本港展开全面解说工作 至于原本研制9月举行的 立法会换届选举 未能确定能否如期举行 中央提出落实爱国者治港 全国人大会议也正审议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 上星期到北京列席人大会议 开幕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特区政府会全面配合中央 强调有责任确保 香港由爱国者管制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依法治港 也会按照本港实际情况 修改选举制度 他指下一步 特区政府要展开全面解说工作 面对香港政治体制中的选举制度 出现了漏洞和缺陷 但是又清楚明白 特区是难以自行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非常感谢中央 在继续去年香港国安法的制定之后 再次从宪制的层面 担起了习任 行使中央的权力 为特区解困 特区政府也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 接触一些代表性的团体 然后反映他们的意见 协助常委会作出相关的修订 他指循序渐进 达至普选的目标没有变 我必须强调 今次是没有修改到第45条第68条 所以这个纯粹渐进 最终达成这个目的仍然存在 不过你也都应该留意 就是45条 也都有说要按照实际的情况 过去多年 都是出现了这种很反政治化的局面 甚至近年出现了 有人要自决、公投、港独 引入外国的势力 制裁香港 置香港的利益于不顾 如果这个实际情况 是选举制度有漏洞 现在逼切要做 以及必须要做 就是先堵塞了这个漏洞 使香港的选举制度 可以产生一个政治体制 是回到一国两制的初心 和轨道和框架 所以如果这些东西 又回到轨道的时候 我们又可以循序潜进 但是你现在根本不是你 现在的情况就走歪了 他又指 人大常委会修改 基本法附件一节二后 本港要求选举相关法律 做本地修改 工作复杂 目前未能说明 已经延至9月的立法会换届选举 是否会再次压后 无线电视记者 许涵报道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聂德权表示 初步有约200名公务员 没有签署 《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声明》 需根据机制离职 在现职公务员那方面 就已经在上个月底 就应该所有需要去签署声明的 都是应该去同回去部门递交的 现在有关的政策局和部门 应该是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之后就会向公务员事务局那里 去回报 到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掌握得清楚的 我们初步所看的数字 应该是有百多二百位 是没有签署声明的 但是具体的数字和分布的资料 暂时现在未曾掌握 我们会启动我们公务人员管理的命令 里面的机制去跟进 主要就是因为如果公务员 拒绝签署声明去接纳 和承担这个基本的责任 对于我们来说 会失去的信心 所以我们会跟机制 跟进离开公务员队伍 稍后我们会报道 UA4院宣布 受疫情和经压力影响 全线截业 英国周一开始逐步放宽防疫限制 女王伊丽莎博二世呼吁各界 珍惜疫情下不一样的亲密关系 欢迎回来 开业36年的UA戏院 即日起要全线结业 要减散超过100名员工 至于购买了汇集和礼券的市民 由于已经启动清盘程序 会交由临时清盘人处理 在九龙湾的UA戏院 门外贴出通告 只受疫情及长期经营压力 即日起全线结业 铜锣湾时代广场的戏院 售票处也拉了闸 上次看完我们觉得好看 就继续说再没看开头 看小十几分钟 我们迟到了 那变成了想着这个礼拜来看 很可惜 又没有了戏院 年轻人、年轻女儿 没有份工作 结役影影相片 可惜就是因为疫情 结役影影响 大型戏院少了间 看大银幕就比较难 要走远一点 一位戏院指 过去一年三度被勒令停业 过去半年零收入 仍要应付高昂租金 以及其他庞大支出 停业期间没有裁员 令经营压力不断增加 在没有选择下 只能结业 向顾客致歉 超过一百名员工 除了获得遣散费外 也会额外派发一笔特惠金 至于购买了 汇集和礼券的顾客 由于已经启动清盘程序 会交由临时清盘人处理 应该在今个星期中 或者星期尾会有 临时清盘人 委员命令 你这些 譬如没用过那些套客 或者是你觉得 连续职员 你到时要找回临时清盘人 他会告诉你 你譬如要填些什么方法 然后提交些什么文件 UA戏院1985年成立 见证电影业的兴衰 解业前有六间戏院 位于铜锣湾时代广场 旺角新世纪广场 九龙湾桃大花园 Megabox等 五线电视记者 徐翰报道 有调查发现 近四成半受访在职 及退休教师 愿意接种新冠疫苗 交联会上月底至本月初 问卷访问超过一千五百名 在职及退休教师 近四成半人表示 愿意接种疫苗 当中超过一半选择 打科兴疫苗 至于不愿意打疫苗的 有近三成人 另外大部分受访者表示 决定接种或选择 哪种疫苗时 最关注副作用 其次是考虑疫苗有效性 交联会建议政府 定期公开接种人数 年龄层及不良反应 提升透明度 不看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